小佬老师我们打量吧 对对对 奥义图 奥义图我们等一下也会让老桑展示几个角色 但是那个捷克的奥义图应该还在 这个包应该是有眼光地放不出来 在上限的时候肯定是有的 这个大家可以放 然后奥义图你好像在这个地方是展示不出来的吧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捷克的品源是三连击 然后是比较慢的 这个就是等会再说 然后如果它长按普通机就是一个类似于铁块的技能 它可以就是霸体加减伤 但是当你松剑的时候是有后脚的 就是这样一个防折的一个技能 靠床网把床靠过去 然后它的一技能点击是放长到剑气 然后是比较快的剑气 然后也比较远 当我长按一技能的话 它就会放长到很慢的剑气 是一个X形状 然后这里有几个小技巧 一个是它放第一个刀和第二个刀的时候 这不是自由锁地可能 不太行 我看一下锁定了 自由锁地的时候它是可以换方向的 当然这个可能被削过了 它没有转那么远 然后第二个技巧是当我进入蓄力的时候 我就可以松开了 就是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就是对面要猜我放不放 嗯 就刚蓄力其实就可以 这期间可以取消吗 好 这是一技能 然后一锥是一个冲刺的一个抓取技能 然后这个技能也有个技巧就是 如果在抓到人的时候不动摇杆 那还可以放一下 那如果我抓到人了 这个时候我拖摇杆 哎 哎 没抓到 可以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霸体的追加 大概就像这样 好 然后二技能 还有眩晕啊 当台 对 还有眩晕 然后二技能短按 你是一个乘刺 然后一个肘击 哈哈哈哈 好肘击 然后它长按的话 呃 动作可能类似于就乔律的那个撞 然后也会有一个阻击 那长按 在蓄力的过程中 你再点一次 它就会直接释放 这个东西呢 这个我得把无仙 回顾关 没 哈哈哈哈 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 然后我们先看小奥义吧 我们先不看二者 小奥义就是输出 可以展示一下 然后我们的小奥义也有一个 特别啊 就是 靠强王的特别就是 如果对面打我的时候 我的兽机是可以放的 但是兽机放这个是需要两格气的 你们看一看 可以放 然后我需要两格气 然后一个小尸停 就并不是我一定能把它成功的 两格气这个消耗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然后那个 就我们最后展示吧 哎 但你用两格气的话 对方能反制吗 对方能闪避或者什么 应该是可以闪避的 刚刚会有一个 稍等啊 会有一个小尸停 嗯 好 就这个有小尸停 这个时候 如果会有小的技能应该是可以搭着的 他也是可以上 应该是可以搭着的 对吧 然后机斗机的话 这个机斗机是一个 那个 PVE的机斗机 就是一个龙卷风 防线主权龙卷风 实用呀 对对 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镰刀技能 而且打棚中的敌人可能会有些优势 哎 说的就是山士啊 哈哈哈哈 诸位山士啊 然后这个是 就是我们认为他可能是PVP的一个主力的 机斗机 他是一个剑温色 嗯 如果就是他判断就是他和那个 戴山的可能比较像 就是 嗯 对面如果在进攻的时候他会触发剑温色 也是一个要主动释放的 对 如果他没有命中的话 他body时间很短 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命中的时候 body时间可能只有一秒 嗯 就没了 如果他命中的话 就body时间可能比较长一些 好 大概就是这样 我刚 我感觉刚才也不短 哈哈 没命中吗 应该是一秒 然后如果 有命中的话 哦 是 对 是会刺断很多 刺断很多 然后好 那么 大家期待在变身 好 现在我就大象了 哎 哎 刚刚有人说大象抖退 一定很刺激 我们的大象应该是抖不了 抖不了退 抖不了退 对 因为他就是 哎 这也算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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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看成像个小丑 哈哈 这也算吧 哈哈 然后那个我们先讲技能吧 然后大象的一技能是一个抓取技能 嘿 哎 嗯 使用橡皮的一个甩机 哈哈 嘿 然后大象的一锥是 土石头 嘿 把一块石头丢出去 对 就是这样 啊 然后二技能就是一个战争践踏 嗯 这个二技能和人形态是一样也是可以蓄力的 哇 这大前摇 对 蓄力就会多 多复杖多断 可以 啊 就这样 啊 蓄力就是不同的形态 对对对 然后 刚才你这个直接踩下去是不蓄力 对 不蓄力就直接踩下去 踩最后一锥 好 然后大象的小丑 冲撞 冲撞 好 然后 展示下揪吧 然后 小二 小二是冲撞的时候 对 小二是冲撞 二阶是变回去 对 二阶就是变回去 对 对 他这个眼睛有点像相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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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就来实战吧 我们来实战 然后可以展示一点奥义图